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7月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題謠 近日香港歌手張學友林二汶的政治立場 在中港兩地都不受落 有分析認為是他們投供得太明顯 兩邊不是人 有人在Telegram索價10個比特幣 出售在上海公安系統洩漏的10億個人信息 和幾十億報警紀錄 有中國留學生在日本一間維吾爾餐廳 吃飯的時候不守規矩 之後還惡意在谷歌上對這間餐廳 給了大量一聲的差評 詳細的新聞內容 香港著名作家藝康和導演羅啟銳離世 事件不但轟動香港市民 也引起中國網民惹色 兩人不限地域受到中港民眾的愛戴 反觀不少香港歌手 因為投共而受到港人唾棄 近日張學友林二汶的政治立場 更加在大陸掀起爭議 他們甚至被形容是兩邊不是人 評論指出 藝康和羅啟銳過往創作出很多經典的作品 除了引起港人的共鳴 更加是中港民眾的精神支柱 而現代歌手的民族主義動機太明顯 中國民眾都只是當是一場戲 由董書業報導 香港著名作家藝康和導演羅啟銳近日離世 消息傳出後 兩岸三地民眾紛紛悼念 形容兩人以科幻小說和港產片 令全球華人找到文化認同 堪稱是東方之珠和東方荷里活的重要貢獻 其中藝康一生反共 他死後仍然引臨不少大陸網民去他的微博留言 勉懷和感激他所寫下的作品 相反 近日有香港江星因為政治立場和言恨 而受中港網民評擊 香港江首林二汶在主權移交25周年 推出愛國情懷歌 《中華眾河七一回歸》 並自稱一直對國樂有濃厚興趣 不過不是所有大陸民眾都表達欣賞之情 而歌手張學友近日接受央視訪問拍片和回歸的時候 因為一句香港加油 以及沒有提到祖國而被大陸網民聲討 質疑是否愛國 值得思考的是 為什麼藝康和羅啟銳能不限地域受到中港民眾愛大 而現代歌手輕易因為言恨而遭到唾起 藝康生前好友香港著名作家陶傑正現在對本台說 中國人不是一輩子都只是為了追求GDP 在已食溫飽之後 就要追求精神生活 而藝康和羅啟銳的作品 正是反映人心所向 藝康是60年來或者更長時間香港的電影小說和流行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代表人物 羅啟銳拍過幾部電影也表達過身為一個香港人在殖民地時代長大的時候那種感情 有一齣叫《歲月神偷》 另一齣叫《玻璃之食》 還有一齣說香港人鄉別井義文的辛酸 就叫《秋千的童話》 這些好的作品是會受到民間的歡迎 所以這些是四個字對人心所向 陶傑又說 藝康對於世界、中國、香港政治的看法 引起很多香港人共鳴 尤其是對七、八十年代的回憶 而他的作品不僅受到港人喜愛 亦因為大陸民眾能在網上見到藝康的書 而令他受到中國民間的熱烈封印 陶傑說 大陸民眾喜歡他的小說 也有很多人贊同他的反共立場 他們不可以在大陸直接表達政治觀點 唯有借追捧藝康而有一種書法 陶傑認為 張學友面對的抨擊 未必是代表整個大陸市場的歌迷 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也可能是有政治組織或網絡水軍的參與 這是香港歌聲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 經常遇到的一個現象 反映中國市場沒有免費午餐 你一定要付出政治代價 而是他們 比如說林二汶 他作的歌 射唱的歌 最近那種帶有民族政治色彩的動機是太明顯 是不但香港 說中國的那些歌迷 都會知道其實他是想賺人民幣 是想取悅市場 多過真的對中國有這樣的感情 所以這些動機這麼明顯 就算香港人 不要說香港人 就是大陸 中國的那些觀眾歌迷都看到的 他當他是場戲 當他是造戲 但這種造戲那種層次是太低 社會學學者鍾建華分析 除了因為藝康的地位和現代歌手不同 在中國大陸 很多人見到藝康的小說 而藝康從來都不需要向北京表忠 也沒有需要理會大陸的小粉紅 所以大陸網民都不會以他為目標 相反 現時香港演藝歌手 是在製造性循環 就算圍他或者說你杯葛他 他都不會怎麼理會 他們就不會做這種事 但是你看到現在香港的演藝 帶著一些歌星 你越是向他表忠的話 他們就知道你有所求 當然是去到盡 你越是緊張 越是要做一些表忠 要討好他們的話 自己製造一個惡性循環 自己製造一個惡性循環 藝康昔一世世 在年87歲 回顧他幾生 藝康1935年在中國大陸出生 在22歲的時候偷渡到香港 他在1950年代開始創作武俠小說 其後以北名為斯利 創作了多部繪疾人口的科幻小說 被譽為香港四大才智之一 藝康一生以反共問命 他2019年曾經在香港電台訪談節目 向張雪訪問的時候說過一句說話 另外香港著名導演和編劇羅啟銳 因為突發性心臟病 在星期六小小 中年69歲 他製作過多部經典電影 包括《秋天的童話》 《七兆福》 《玻璃之城》和《歲月神偷》 和《歲月神偷》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雪玉報導 台灣中華亞太英清交流協會 舉行香港移交25週年觀察座談會 有學者形容習近平說鬼打場 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對折又腰折 對於危康細細 不少網民懷念其舊作 有學者探討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打破禁忌的傳統已經蕩然無寸 另外張學友也有被小粉紅攻擊的事件 從中可見 將來香港連不表態的自由都會沒有 由順恩報導 香港移交主權25週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 在講話中強調 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 並說一國兩制是好制度 香港肉火重新混混 對此 中華亞太清英交流協會 星期一舉行香港移交25週年觀察座談會 邀請學者針對香港未來發展 和台港關係未來走向等議題 作出探討和分析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 指出不少評論說 習近平這次訪港是收割成果 但他覺得習近平這次是承擔罪名 看不出有哪一點是驕傲 他還說習近平的講話 每一段字都是鬼打場 他雖然一再地宣稱要堅持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成功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一國兩制早就變成 中共國務院港澳辦的主任 這個夏寶龍 他還公開地宣稱說 這個50年不變 是一個哲學概念 它不是一個數字概念 那這就表示說他們自己在回答強 董立文還說 香港正面臨史無前例的人口和資金流失 過去60年香港人口幾乎每年都增加 但是2019年到2021年底 淨流出25.2萬人 2022年頭三個月 人口淨流出14萬人 當眾高級人才流失增至12% 非常驚人 另外這兩年共減少2萬家公司 據歐盟統計 有一成歐盟僑民已經離港 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宋承恩就說 在法治部分向來是港府 或者香港主權移交後 維持的一個指標性指數 建立各國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借此吸引外資 港府表面維持司法獨立 和國際港務崩壞 他又說 雖然香港最近司法觀察指數 也維持在19名 但是在人權和法律 能不能節制政府的指數都下降 大概和《國安法》實施有關 他說法律名文 成習中英聯合聲明 港人治港 高度治治等 但是實際上都不斷被破壞 令人關注的是 香港中審法院中審權 是否被中國介入 他舉例 《國安法》首名被告唐英傑 和黎智英案件的陪審團都被取消 國安案件法官都是由港府直接指定 令到外界質疑香港的司法不獨立 作家危刊星期日傳出細細的消息 宋誠恩就提及 網絡上有很多懷舊以往的文章 危刊標誌著香港大才子的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在創新和流行文化相當蓬勃 台港互相呼應 反觀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這些都不見了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吳建宗的分析 就引用到歌手張學友 因為日前受央視訪問時提到 香港加油等字眼 而被中國小粉紅攻擊一事 他說張學友在影片中 表現出的不卑不亢 對中共而言非常刺耳 張學友沒有說出祖國 對小粉紅而言就是刺激 習近平要的是香港人 心悅成福地回歸 不能表裡不一 他關注未來香港 不只要今聲 還會失去不表態的自由 香港變成青年 理事長江文言就關注到 港區《國安法》不單止限制 修捕 鎮壓香港境內團體 也對香港境外移民產生效果 如果還希望回香港探家人 或者希望在海外有穩定的生活 就不要成為中共的眼中釘 我也很明確地遇過幾個案例 香港人被追蹤 然後在路上被攻擊 工作場所 就是住家場所被攻擊 所以就是告訴你說 你做了什麼樣的行為 你就會造成怎樣的防禦後果 在這個之外 透過某些私下的手段 或是透過某些威脅的手段 產生的恐懼 透過這樣的恐懼 去延長改版國安法 或是延長中共政權 對於香港人的控制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篤元就談及 眾下層的香港市民 期待經濟上能夠活下去 社會制度對他們有更多的支持 因此會選擇在政治上做一個信民 他估計未來除了23條立法 北京會繼續在香港推進全面監控 而且會有更多和大陸接軌的法律出現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順音報導 上海公安系統傳柱的10億個人訊息 和幾十億報警記錄遭到洩露 社交平台Telegram上的一個黑客 索價10個比特幣 即大約20萬美元出售這批資料 部分個人資料現在已提前放送 消息指上述的數據 原本是儲存在阿里雲 在前年已被盜 有分析認為事件懷疑與20大有關 有喬龍 請問報導 一個Telegram頻道星期日爆出 上海公安系統數據庫 華爾被洩露的消息 洩露的敏感信息高達23.88TB 涉及10億名居民的資料 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地、地址、 身份證照片和手機號碼等 以及幾十億條報案記錄的資料 有報案時間、報案人聲名、電話、報案人描述的案件具體事件內容等 該信息發布者打算以10個比特幣 約望20萬美元出售這些數據 了解這件事部分內情的網絡熱點事件關注者 常先生 星期一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說 上述信息由上海市公安系統儲存在雲端 因為那個系統存在安全隱患 造成重大竊物事故 常先生又說 早在上星期四 上海警察數據庫信息被洩露的消息 已經在小範圍流傳 目前境外各領域的專家通過已經洩露的部分數據 分別對中國人口結構、消費群體、生活習慣 以及犯罪行為進行分析 很多人在分析什麼人口數據下降的幅度 變性大片 很多人在做研究 很多人都已經下降了 2020年中國進行人口普查 但被指人口統計中的虛報和重複計算的現象嚴重 有網友通過這次網絡黑黑事件 聯想到中國人口危機問題 推特上有網民質疑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造假說 是10億國民果然沒有14億人 另外有推特用戶留言說 上海公安數據庫洩露10億人口數據 其中25萬人數據已經公開 它拿到了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數據 進行詳細分析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超乎大家想像 一個黑客技術網站聲稱 從售賣者發文的內容所說的訊息來看 這次遭到攻擊導致洩露資料的主機 是屬於公安局域網和互聯網做了物理隔離 由阿里雲提供私友雲服務 這次洩露的數據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 中國警方掌握居民的數據 除了身份證和電話號碼 還有網救、救票、旅行、住宿酒店等所有繳費 甚至包括個人政治立場、銀行信貸紀錄等 有個人照片、面部識別參照圖 可謂包羅萬有 時事評論人士李昂認為 這次大數據被洩露並非一般的黑客童手段 而且選擇在中共二十大前幾個月公開這些數據 發布者的政治意圖超越對物質財富的追求 對於個人信息被洩露 有中國網民認為對自己傷害不大 有網民留言說 其他人拿到我的信息我根本無所謂 我這個普通人也沒什麼私隱 對我的影響最多就可能是接多幾個詐騙電話 不過也有網民認為 這麼龐大的數據 二十萬美元的開價過低 自照今週一 上海官方還未就這件事公開回應 中國各個社交媒體出現的雙方議論都被屏蔽 輿論認為這類事件官方不會出面證實 以免讓黑客有成就感 自由亞洲電台情聞報導 中國河北省唐山一間燒烤店 傳出男性集體暴打女性的一事 成為了近日中國社會輿論最關注的社會事件 雖然目前涉事的9個疑犯 已經由河北省狼方市公安局執行逮捕 但涉及河北省公安包庇黑道的醜聞 仍然廢之不去 一個曾任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 北市區分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的公安 日前拍攝短片 實名舉報河北省公安聽副廳長李雲龍 互黑互惡 巧合的是李雲龍也曾出任唐山市的公安局局長 由方德浩江日和報導 由中國民主黨主席謝萬鈞轉發的短片顯示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區分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 張紅首持公安證件 實名舉報河北省公安廳副廳長李雲龍 指他胡黑胡惡 借刀殺人、炮製冤架錯案 大家好,我叫張紅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 北市區分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 東安信中隊中隊長 我實名舉報 河南唐山市公安局局長 保定市公安局局長 市政法委書記 省公安廳副廳長李雲龍 互黑故惡 借刀殺人 豪置冤架錯案 殘故迫害打擊報復公安檔警 張紅聲稱他在2001年10月的一個晚上 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 他在保定市一間酒吧遇到黑道襲擊 他最後被迫自衛開槍 2001年10月22日晚 我加班到本市某酒吧 找老闆周某 原市公安局民警 要線索問事 期間遇到一伙均有前科掠計 並帶著刀的流氓渣子行凶 砸店 我挺身而出進行制止 不料對方仗著人多 四名歹徒突然動手襲擊了我 張某勒住我的脖子 使我動彈不得 並吹擊我頭部五六拳 陈某吃刀猛扎我的要害部位 頓時血流如注 生命垂危 我迫不得已 掏槍準備 銘槍自衛 張某看到我掏出槍 就搶奪我的槍 為了保護槍支 不被搶走 媒體社會 我拼命把槍搶回 立即開槍擊傷二人 我卻被連扎四刀 扎在後心和左右後內部 傷口深達七厘米 寬五厘米 造成了血胸 氣胸 張紅又說 在開槍事件之後 李雲龍遮機對他進行報復 萬萬沒想到李雲龍竟喪心病狂地實施了一系列令人發指的手段 以案發第七天就要拘留我 因醫院怕我有生命危險 堅決不同意 僅僅過了一個星期就要把我強行送進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躺了一個月才能下地 二 我住院期間 河北省唐山市發生打人事件之後 外界關注當地的客惡問題 該市在上個月中場 宣稱開展為期半個月的專項行動 但是不少民眾反映舉報電話打不通 唐山市公安稿信訪接待大廳 有超過100人到場希望反映問題 有人打了四個鐘都未能內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剛日和報導 在短短幾年內 中國時裝巨頭SHIIN通過提供大量廉價服裝 成功佔領了追求便宜的Z世代購物者的市場 但是與此同時 SHIIN也面臨著各大品牌和精品設計師的連串 關於版權盜竊的訴訟 再由方德浩 剛日和報導 華爾街日報報導 在紅橙資本中國基金和泛大西洋投資等 大排投資者的支持下 估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SHIIN獲得蓬勃的增長 它的吸引力包括低廉的價格 和在先影響者的成功合作 以及每天多達6,000件生產品的無盡依存 SHIIN的掛起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訴訟 這些訴訟指稱該公司從他人的設計中獲利 根據公共記錄 在過去3年中 SHIIN 或其香港母公司 Soul Top Business Company 被列為美國至少50個聯邦訴訟的被告 指控其商標或版權侵權 法庭記錄顯示 原告包括在家庭工作室工作的小型設計師 和零售巨頭 也包括拉爾科勞倫公司的一個部門 和太陽眼鏡製造商奧克利公司 在社交媒體上獨立設計師向粉絲抱怨 並交換他們所說的產品或設計 未經許可感出現在SHIIN公司銷售的故事 法庭記錄顯示 在很多案件中 SHIIN和原告達成了和解 金額通常不公開 投訴人說在某些情況下 SHIIN公司通過指責第三方供應商 來回應有關其作品被刪債的投訴 街頭服飾品牌Stacy Inc.起訴SHIIN 指SHIIN未經許可銷售 帶有Stacy商標的襯衣和鞋等產品 在訴訟所附的一張圖片中 SHIIN公司在其網站上出售一件黑色T恤 正面印Stacy的字樣 根據Stacy的訴訟 這件T恤在SHIIN的網站上售價為17.67美元 SHIIN在一份法律文件中 否認了Stacy訴訟中的指控 華爾街日報引述SHIIN發言人 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無意侵犯任何人的有效知識產權 這樣做都不是我們的商業模式 他沒有對具體個案進行評論 他說SHIIN供應商被要求遵守公司政策 並證明他們的產品不侵犯第三方知識產權 我們將會繼續投資並改進我們的產品審查程序 發言人補充說 當有效的知識產權持有人提出合法的投訴時 SHIIN公司會及時處理這組情況 Stacy公司的一名律師拒絕向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 對版權侵權的指控在時裝行業中並不罕見 零售商面臨著保持低價和不斷刷新產品的壓力 但針對SHIIN的訴訟數量在競爭對手中非常突出 搜索公共法律紀錄顯示 自2019年以來 他被列為聯邦版權或雙標侵權幾乎是其競爭對手H&M的20倍 SHIIN之所以能夠每日以大大低於競爭對手的價格出售幾千件新商品 部分原因是其利用了中國法特的服裝供應鏈、T恤和短褲等主要商品 在其網站上的售價通常為5美元或更低 通過瞄準西方消費者並被開實體店 SHIIN被大流行時代的網絡購物熱潮所推動 根據瑞士信泰的估計 這間市有公司的銷售額在兩年內增長了6倍 到2021年達到了190億美元 大致相當於H&M童年的收入 只有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江日和報導 四個中國留學生日前光顫日本一間維吾爾餐廳的時候 店主說他們行為違規 留學生隨即就在小紅書上 指他們在疆獨餐廳煽動民族情緒 大批小粉紅翻牆出征 樂意在谷歌上對那間餐廳給予一聲的差評 評論指涉事餐廳的老闆哥哥是被中共 拉進去集中營其中一個維吾爾人 質疑小粉紅網報的背後是否有中共黑手 由吳亦彤請問報導 日本相互原市一家維吾爾餐廳 近日被中國網友集體出征 樂意去拆一聲的差評 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關注 餐廳老闆尤里茲沙健 是在日本生活多年 已經歸化日本的維吾爾人 他推特上講述了事件的起因 上星期四晚有四名中國留學生到他的餐廳用餐 期間由於他們自行帶平裝的飲品 於是尤里茲沙健以日語提醒他們 應該遵守餐廳規則 在四個人表達不滿後 尤里茲沙健再次提醒他們 出於食品安全原因 日本餐廳一般拒絕客人自行帶走水 四個人當晚就在小紅書 指責那間餐廳是疆獨餐廳 進行種族歧視等 並且召集中國網友 為那間餐廳打出差評 很快大批中國網友翻牆湧入谷歌頁面 向那間餐廳打出一聲的差評 並且在留言當中發表清一色的 服務態度差、種族歧視 和差別化對待中國人等的評語 令那間店舖的評分 很快從之前的4.7分高分下降至2.8分 呂日華人叮噹在接受本台採花時候說 小粉紅的行為涉嫌犯法 據日本營發點233條規定 對散布虛假新聞 或使用詭計防害他人業務 可以處以3年以下的監禁 或50萬元以下的罰金 卿者就可以拘留或罰款 在日本如果自帶事物或營業 不僅是利益的問題 日本的法律規定 烹人如果自帶事物 工作的時候 店家也必須停止營業 中國消費紅這種行為已經涉嫌違法 在日本人應該叫做營業妨害 目前由李芝沙健已經報警 而他推特陳情之後 引發了大批網友關注和留言 批評中國留學生複製中國政府 煽動民族情緒和國家主義的做法 包括一些中國留學生 海外維吾爾人和日本人 在內的網友發起反擊行動 本台記者瀏覽了那間店鋪 過往的評分和留言記錄 大部分都是日本的帳戶 很多人讚揚食品美味 和店主誠實經營 評分大多數都是5分 不過從7月1日起的那些一星差評和留言 那些帳戶就顯示是中國網友 谷歌似乎接到網友的反擊舉報之後 已經刪除了大量中國帳戶的一星惡評 直到星期一 那間店鋪的谷歌評分已經達到4.5分 懷疑在壓力之下 小紅書上面發帖的人 已經主動刪除了精兵的內容 對此叮咚讚揚大批中國網友 反擊中國小粉紅是正義之舉 特別是其中有很多是擺脫中共民族主義洗腦教育 非常清醒的中國網民 對維吾爾人加油 這麼多清醒的中國人參與反擊 很特別感動 事後旅居日本的維吾爾人AK 代由李芝沙健向聲援的網友表示感謝 指事件峰迴路轉 他也體會到越來越多網友 對維吾爾人處境的關切和理解 小粉紅在小紅書上呼籲抵制這個餐廳 說店主歧視中國人 完完全全煽動這種民族情緒民族主義 基本上是在大陸的這些用戶 就開始匿名去攻擊這個餐廳的谷歌上面的平心 我們看完以後就非常生氣 就希望抵制這種行為 但AK認為這件事件不應該輕易被放過 他說尤里芝沙健的兄長 在去年底被關入集中營 尤里芝沙健曾經前去中國駐日本使館前抗議 他懷疑這件事件背後 有中共當局無縣屁戒的黑手 店主由尤里芝沙健的兄長 阿布都哈利利阿布都兒醫務 1998年畢業於新疆大學 1999年到日本千葉大學 攻讀維吾爾文字研究生課程 畢業後留在學校擔任研究員兩年 2010年他回到新疆 2016年前在新疆電力公司工作 後來進入了一家餐飲公司 從事IT管理工作 阿布都哈利利在去年6月被當地警方帶走 11月獲釋放後 再次在去年12月10日被捕 並且被關入集中營 今年2月 由李芝沙健和妹妹鼓勵 尼莎阿布都兒醫務 曾經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前舉牌抗議 並且要求中共當局無罪釋放他的卿長 事件經媒體曝光後 引發日本和國際社會 對維吾爾精英被中共迫害現狀的關注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堅持清零抗疫 導致多個行業出現供應鏈斷裂的問題 其中由於治療供應鏈斷裂 江西一個養豬場 據指超過一個星期沒有治療 導致豬都要出現豬吃豬的現象 一條在星期日拍攝的網絡影片顯示 疑似江西正幫公司屬下的養豬場 由於超過8天沒有治療餵豬 因此出現豬吃豬的情況 工作人員都忙於用棍敲打 因為飢餓而爭食死豬的豬群 而豬群就只顧搶食而不顧敲打 編段中還看到多隻被食的死豬屍體 本台試圖聯絡正幫集團總部 和其屬下的治療公司求證 視頻的真偽但都沒有結果 正幫集團是中國農業產業化 國家重點龍頭企業 國家高薪技術企業 名列三個中國五百強 旗下的正幫科技 上星期五的晚間公告指 轉讓10家全資子公司各49%的股權 10家公司的業務為生豬自養和銷售 都是資不抵債 作為國內養豬大戶的正幫科技 上月8日自爆因為流動資金緊張 導致5億4千2百萬元的商票預期 消息直接導致其後兩天 正幫科技的股價跌了11.18% 6月10日收盤 公司股價報5.48元 市值172億 相較於2020年巔峰時期的800億元市值 已經蒸發了80% 2018年之前 正幫科技主要的業務是資料為主 資料佔了公司營收比例達到60.3% 生豬養殖佔公司的營收比例比較低 只有27.83% 在2018年非洲豬瘟爆發 生豬的價格持續走高 生豬養殖就有巨大的利潤 正幫科技迅速通過自建、改造和租任等方式 快速增加了生豬的產能 正幫科技在2020年創出了公司史上最好的業績 當年實現營收491億7千萬元 歸母淨利潤57億4千4百萬 累計銷售生豬955萬9千7百元 銷量躍升行業第二 進入2021年 國內生豬產能大量釋放 市場供過於求 正幫科技開始仍來史上最差的業績 極速養豬業一控而上極速擴張 導致中國豬肉市場價格劇降 正幫資料資金鏈斷裂 當下前途未卜 中國資料工業協會曾在6月下旬發出通知 倡議同業參與中國國務院發起的 補工補場、穩產、復產活動 但顯然相關活動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2019年8月有市民號召遍地開花放影會 其中深水埗警署外發生警民衝突 多人被控暴動等罪名 其中9人的案件 在區域法院開審 一個44歲的汽車維修工人被告 在案件開審當日 承認暴動罪 香港的案件指 他有份向警署釘磚 在他身上搜到的手套上的磚頭殘留物和礦物脫火 和在警署內被檢取的碎磚吻合 法庭將會在8月19日 即是本案審訊完畢後 聽取其求情和判刑 期間被告需要還押 本案的其餘被告都不認罪 他們的案件將會在星期二開審 由於發報道 9名被告之中 第二被告戴家榮承認控罪 同案件指 2019年9月29日晚上大約10點多 幾十人在深水埗警署對面集結 在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的反送中口號 到了那晚11點多 集結人數增加至大約70人 警方呼籲集結人士離開但不成功 有人用雷射筆射向深水埗警署和警署內的警員 警方多次用揚聲器發出警告 在高處高舉警告期 但人群並沒有散去 晚上11點半 有五名蒙面人士在人群中 跑去陰州街到達警署大閘附近 包括第二被告在內的五個人 拋摘物品去警署之後 隨即跑回到人群裏 警方再次發出警告 在大約11點45分開始驅散和採取拘捕行動 從不同方向前往人群集結的地點 並以非法集結罪拘捕了18人 當中包括本案9人 第二被告被捕後保持監默 他當時身穿黑色短袖衣、黑色短褲 頸上套上灰藍色的頸套 右手拿著防毒面具 其後在警署搜身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對3M手套 一個黑色口罩 他的背囊搜出有手袖、雨衣、沙布、崩帶、縮骨遮、 行山像等等的物品 警方在本案另一名被告身上檢取了一支雷射筆 經專家檢驗後證實是3B級別的雷射筆 即是20米內可導致視覺首選 同日警員在警署裡的便電站頂和附近記點 發現和檢取了七塊碎磚 這些碎磚在誤名無面人士向警署投訴物品前 並不在警署範圍內 第二被告被拘捕時 他的短褲有側袋、售出有手套 被送去化驗所化驗 證實手套上有磚頭殘留物 這些磚頭殘留物的顏色和礦物火粒 和警署內被檢取的碎磚紋合 警方期後翻查附近店舖的閉路電視和網上媒體錄景片段 警員看過片段後 根據各被捕人士的識別特徵 在片段中拍出第二被告曾參與暴動 期間曾向深邃報警署投責物品 第二被告戴家榮被法官由德康裁定暴動罪成 控方透露他有四項定罪紀錄 但控罪都與本案無關 控方除了知識被告的出身年份、今年44歲等基本資料之外 其他個人資料被告都不願意透露 法庭會在這宗案審訊完畢後 聽取辯方的求情和判刑 第二被告的案件押後到8月19日求情和判刑 期間他需要繼續還押 本案9名被告被控在2019年8月29日 在深水報警署對出的陰州街一帶 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 其中一個被告李善盈被指管有一個能發出雷射光束的裝置 他另外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和案的其他被告都不認罪 案件星期二續審 審訊期間8人獲准繼續保釋 自由安州電台記者余發報導 香港主權移交25年的七一當日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有港人延續示威常見的做法 抬到具棺材 去到香港駐美國經濟及貿易辦事串門外抗議 而在紐約 有港人扮成卡通角色小字 葵同巨型比卡超模公仔遊行 諷刺新特首李家超 華府港人組織DC4HK 在上星期五發起七一喪禮邀請 悼念香港逝去的自由活動 十多人穿上黑色衣服 戴背白色鮮花 並且抬著一個道具棺材 去到香港駐美國經濟及貿易辦事處門外示威 示威者在辦事處的樓梯上 擺放香港政治犯的照片 有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Stand with Hong Kong、Fight for Freedom等等的口號 參加者先在現場默哀兩分鐘 然後逐一上前向道具棺材獻花和鞠躬 悼念香港已死的自由 DC4HK成員奧卓軒在發言的時候說 在他心目中 一國兩制早就已經在兩年前 港區國安法實施的時候宣告死亡 他又認為 港人由始至終都知道一國兩制有缺陷 但仍然一度是對一國兩制抱有期望 但經過25年驗證後 最終失敗 香港人不應該再有幻想 而是需要好好思考 如何爭取自決 整個一國兩制 整個一國兩制 他整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 香港人是有一個recourse 就是說 如果中央不守承諾的時候 那香港人可以怎樣呢 所以當習近平上任了之後 就不會放懸下了 而如果有得重頭再來的話 爭取香港自決就一定了 80年代的時候 但是既然那個歷史已經寫了 第一次是我們沒有辦法 去行使這個自決權的時候 那到這一刻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無論在美國也好 或者在其他西方社會也好 就是不要有那麼多幻想 就說我們現在回復一國兩制 要求中央 兌現1984年的成果 怎樣在一個這樣的現實情況之下 去說我們值得擁有我們的自決權呢 而在紐約 大約一百人在時代廣場集合 有港人打扮成卡通角色小字 葵同一個貼有香港新特首 李家超頭像的比卡超模公仔遊行 也有人帶同白花和道具香足 悼念在去年七一刺警之後 自殺身亡的香港男子梁建輝 集會人士其後在多面巨型的 黑字驚奇帶領下 遊行到中國領事館 紐約警方沿途戒備 中領館的人員見葬之後馬上關閘 並派保安出來拍攝集會人士 港人到達後輪流發電 又向途人派發傳單 最後集會人士揮打比卡超模公仔 以示範對李家超的認受性 而在加拿大 7月1日是國慶日 但對加拿大的香港人來說 就有另一番意義 香港七一示威成為了絕響 加拿大多個地方都有香港人 舉辦示威和研討會 希望在海外延續香港人的抗爭精神 其中在多倫多有大約500人參與遊行 除了延續港人抗爭之外 亦都希望喚醒加拿大人 抵抗中共對當地民主自由的侵蝕 有胡瑞拉報導 多倫多有香港人團體舉辦七一遊行 約500名遊行人士 由多倫多市中心登打市廣場 遊行到尼敦菲利普廣場 沿途高叫口號 有人高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次 也有人舉起加拿大國旗 遊行人士在終點繼續集會 主辦團體《港家聯》 邀請了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主席 前加拿大參議院議員 和中歐及東歐移民社團代表等到場支持和發言 其中台灣同鄉會的Michael Chen 呼籲大家不要將民主自由視為必然 必須努力捍衛 為下一代守護值得珍重的價值 集會最後以高唱願榮光歸香港作結 參與遊行的香港人Paul表示 海外港人應該珍惜遊行示威的機會 我想來到加拿大更加需要出席七一遊行 以及這些為香港發聲的行動 因為香港已經連續三年沒有七一大遊行 香港也很難會再出現這些大型和政府有不同意見 聲音的示威遊行活動 希望更加多的香港人會在海外都不要忘記 還在籌的手足也盡量珍惜在海外能夠發聲的機會 同樣參與了集會的海外港人便當 在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覺得海外港人要把握機會為香港發聲 除了遊行示威之外 多倫多也有港人舉辦世界香港論壇 邀請了多位港者分享港人移民關心的議題 包括前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周小龍、 傳媒人曾志豪和陶傑等 研討會一連四日舉行 主題包括世界香港政經議題、 香港人文化成全、香港人心靈健康等 主辦人錢志健在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舉辦論壇是要在海外延續關於香港議題的討論 香港是一個好世界的地方 香港人是一個族群是全世界 香港人的族群不是在香港現在大監獄 一個世界香港的論壇就是要講商機 要講香港現在的政務 研討會上也播放了黎智英的最新紀錄片 及後也緊接會進行香港人書展 自由亞洲電台護稅南報導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月早的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看 多謝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